这里有心地善良的动物 充满力量的动物 骄傲自负的动物 以及充满谜团的存在 恐龙 在不可思议的阿尼亚冒险王国里 有各种生物 只怕这片大地的是动物又或者是恐龙呢 现在我们就来拉开序幕 一起欣赏这里所有生物的故事吧 阿尼亚冒险王国 亚洲小爪水踏卢塔 是水踏村里守护绿洲的守护者 然而某一天附近的火山突然喷发了 卢塔为了拯救大家而努力 就在这时有一块岩石掉到了绿洲 让水不断地减少 这是村庄史上最大的危机 是他的话或许能帮我们把这块岩石移到别的地方 我决定去找他 勇往直前的卢塔 决定前往欣欣森森林寻找首领 前往欣欣森森林 那么我出发了 等一下 卢塔 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 生文水踏 有的时候得挺生二猪才行 你在耍什么帅啊 你抖得超厉害的耶 欣欣不仅庞大 还拥有怪力 他们并不是会乖乖在那边听你说话的动物 没 没问题的 我只是要去请他帮我们移开岩石而已 如果他们决定跟你战斗该怎么办 对方也是动物队吧 讲一下他们就会明白的 不过 那家伙他 那么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说到沟通 我应该比你更擅长吧 艾迪 那么 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哈特 你在担心我们吗 毕竟你们两个完全靠不住嘛 好了 出发吧 哎 等等我们 为什么是你帮我失利啊 这样真的好吗 长老 星星首领西尔瓦他 我只是想赌赌看而已 如果是他们 或许可以 赌他他他他他 赌他他他他 你别那么着急嘛 我想赶快把那个掩石移走嘛 他他他他他他他 他还就是姓吉呢 哎 艾迪 星星的首领 该不会跟我们长老互相认识吧 why 为什么 不过 那家伙他 他那样说很让人怀疑嘛 是熟人的话不是很好嘛 这样他也会愿意帮我们吧 是这样的话就好了 嘿 卢塔 已经很接近星星森林了 要小心一点啊 长老跟艾迪究竟为什么 会反对我们去星星森林呢 鲁塔塔塔塔塔塔 哇 怎么 你 是星星吗 不 不对 卢塔 你没事吧 哇哦 他们是谁啊 是从没见过的山卧 连见多世光的艾迪都不知道吗 难道他们 是传说中的恐龙 哇哦 你们几个是谁啊 我 我是 亚洲小庄水塔鲁塔 什么水塔 没听过呢 那么 你又是哪位啊 本大爷是拉普尔 迅猛龙拉普尔 你 你说你是迅猛龙 你认识他吗 不 不认识 那 那个 你在这里做什么 哦 我是来侦查的 来侦查的 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我们要前往星星森林 哦 这样啊 这样啊 原来如此 怎么了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 你们几个没办法前往星星森林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 等一下会在这里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啊 给我站住 这 只能够这招了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吗 我 我全身都是刺 吃我的话 你的嘴巴会受伤哦 塔塔 太狡猾了 塔塔 咦 怎么 你没事吧 少年 嗯 这里就放心 交给我吧 啊 快看后面 看后面哪 啊 一下子就被打倒了 啊 一下子就被打倒了 嗯 就这一点程度吗 撞 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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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我来说明吧 印度西的皮肤就像士兵的铠甲 又硬又厚非常坚固 你这个家伙是谁呀 流浪犀牛 赛勒斯 大家都这样叫我 不自量力的家伙 没想到你竟然敢跟我开战 你 从刚才就很吵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铁壁之躯 印度西 对上 矫尖的猎手 迅猛龙 安妮亚对决 开始 这招对赛勒斯有效果吗 赛勒斯右脚摆击了 太好了 爪子一脚 就竟哪个 能够胜出呢 胜负揭晓 获胜的是 印度西 萨勒斯 太好了 做了这种事 你以为我们的老大会袖手旁观吗 老大 听好了 这只是开始而已 在未来还会发生比这个还要恐怖的事情 什么 什么恐怖的事情 拉普尔还没回来吗 谢谢你 帮大忙了赛勒斯 你不用跟我客气了 我是亚洲小爪水塔卢塔 我是非洲百富刺猬哈特 我是哲中鹦鹉爱迪 请多指教 哦 请多指教 那个 我们想拜托你一件事 可以请你带我们去献献森林吗 拜托你带我们去 赛勒斯 这件事我不能答应你们 为什么 因为我 迷路了 那你要跟我们走吗 真是不好意思 出现在鲁塔他们面前的 是不晓得究竟可不可靠的印度西赛勒斯 他们的冒险将会与这位新伙伴继续下去 嗨 我是艾迪 Everybody 预备 今天是非洲白富刺猬哈特 白富刺猬的针 在刚出生的时候是软的 长大之后针会变硬 遇到敌人 就会缩成一团保护自己 再来是我 我是哲中鹦鹉爱迪 哲中鹦鹉头脑聪明 记忆力也很好哦 不仅擅长模仿声音 也很喜欢说话 还说得超快哦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领新儿王居然要攻击它们 下集 恐怖的森林怪力王 属于我们的大冒险 阿妮亚猜权剪刀鞋头布 下集也要来看哦